我今天这个信息在末后的世代去建立人的灵命 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因为我很多时候都会上网看一些资料 我就偶然间看到资料关于巴黎的气候的会议 大家应该有听过了 这个会议里面原来它的结论是有些非常震撼的部分 不过那些是没有公开的 而有一个人就拿出他的文件 他的底下写了什么呢 不要选用他的内容 不要拿他的内容 quote他的内容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太过震撼性了 他说到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他说到他的目标是 这个世纪保持在工业大革命之前到现在 要保持在1.5度 现在已经升了1.2度了 摄氏 有些人说一度没什么分别 这个是平均 全世界平均的温度是非常破坏性 如果这个世界是升高平均4度 这个世界是有大部分的地方是已经变为沙漠 是很严重的 而他的目标是1.5度 1.5度并不是很好 1.5度已经是很多地方有旱灾 又有大风暴 洪水 食物短缺 疾病 一样有很多的 不过就是减到最少 而这个情况是怎么达到呢 是要立刻 那个排放废气 这个温室效应的气体 是这样上的 是要怎么才达到这个果效呢 是要这样才行 就是说全部的货车 所有汽车全部变成电池车 全部的工厂完全不可以用现在这样的废气排放 是没有可能的 他又说出原来有另外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 就是说 一个就是 都是努力去做 不过就没做到那么厉害 这个的后果 这个后果都很严重 另一个就是跟着大约现在这个 而稍有进步 事实上 现在这个世界是在做这件事 是非常之严重 那就是说 什么呢 我们很可能 只是看气候来说 看到这个世界 不只是多些风暴 是有很多地方的人 是会 因为气候而移民 为什么移民呢 因为他们直接那里没有水没有食物 现在已经有些地方是这样的 是非常之严重 那也都 配合圣经所说 圣经是说到在末后日子 是有多少的 这些气候上的问题 那我们今次的目的 一部分是给大家知道这些资料 另一部分的目的是什么呢 想大家 真是去建立基督徒的灵命 基督徒需要站稳 还有这个目标 亦都去传呼音 上一次我说了传呼音 今次我说到 建立人的灵命 好了 这个世界有什么发生 大家看这些图 全球暖化 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地方 山火 你听到在美国和加拿大西部 很严重的山火 很多风暴 在美加的山火 有五百人死了 饥荒 这些都是周围发生的事 这些是圣经说了的预言 在启示录那里说到什么呢 一钱银子买一升墨子 然后柔和酒不喝租贪 都是说到食物短缺 那些食物是不可以租贪的 然后启示录六章八节 是可以用什么呢 刀剑 为什么会有刀剑呢 一方面现在世界经常打仗 但到将来 没有食物 没有水 很多瘟疫的时候 那些人是会疯狂的 他们是否都过境 例如另一个境界 去过境想找食物 但对面的人已经不多了 有些更饥饿的人走到来 他们会用很多方法战争 这世界打仗越来越多了 饥荒 瘟疫 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很多人因此而死 有些人听到 我说 杨牧师你是不是客人 我说我不是客人 我是真的在网上看到的 如果你看英文可以看的 就算你听不太好 你看到英文字 你告诉我 我可以加入一个英文影片的群组 我可以传一些影片给你 你自己去看 不是我说的 是别人说的 而我不是想客人 我是想人知道事实是如何 其实我们只看今年的热浪 在美加和欧洲已经很厉害了 香港其实也很热 香港以前我小时候 是不用用冷气的 是没有冷气的 很多地方没有风扇 我们也不觉得很热 我们也不觉得很热 但现在来说 你自己是不能顶着 之前去到32度 33度已经很热了 但现在去到35度 7已经一直在升 然后启示录8章7节 说到地上三分之一的地和树三分之一被烧 然后一切的青草都被烧 现在其实很多地方 尤其这个所谓的 什么呢 世界的肺是什么呢 其实有两个的 一个就是亚马逊的森林 是很多斩了 就是用来种食物 种食物其实也很浪费 就是吃肉 原来吃肉是破坏环境很重要 因为现在世界上 大约一个数字是这样的 三分之二的耕种是要来 喂食物 不是 喂牛羊 等它们有得吃 然后产生的食物 然后三分之一是种植物 就是说我们要吃肉 是要用很多植物 是制造很多肺气出来的 然后下面 其次六八章八节 海变为血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 其实现在已经死了很多 因为那些人的 那些捕鱼的方法 是破坏环境很重要的 然后种水三分之一变为殷层 水变苦 很多人就死了 那这个水变了有问题 污染了 现在四围都是污染 海是有很多胶袋的微粒 胶袋的微粒 是被海里面任何的生物都吃 接着我们吃的 很多很多很微小的胶的微粒 已经在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相当树木的胶 然后启示录十六章八节 就说到日头用火烤人 这些全部都是说到气候的 我们看到气候带来的后果 所以这个是圣经一早所预言到的 还有这里讲到 第四碗讲到 对不起 将碗倒在日头上 就叫日头用火烤人 其实现在已经烤人 周时都热死人 这个就是巴黎气候的协议 他们所讲到一些情况 这个洪水机会讲到 这个对比1.5度和2度的提升 其实1.5度有些人讲到实际上是怎么样 实际上是2030年至35年 即是现在十多年已经达到1.5度 然后3度现在的情况 去到2050年 即是现在30年之后 已经达到这个情况 左手边 全部都有左右 左手边就是1.5度 即是比工业革命之前高了1.5度 然后右手边就是高2度的后果 那就对比了 那对比很大分别 好了 洪水机会 在左手边1.5度就是增加1倍 而右手边就是1.7倍 避免灾 如果减少生命 浪水被死亡 每十年一次都没有冰 全部北极的冰融 然后人 左手边有9%的人会有极端的热浪 每20年 右手边有28% 即是四分之一的人会有极端的热浪 水平线 因为冰融受影响的人1.5度是4600万人 左边是4900万人 而海洋亦有很多的破坏 在左手边1.5度提升 百分之七十的珊瑚死了 而右边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珊瑚死了 其实现在在澳洲东面的大宝礁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珊瑚礁 已经死了超过一半的珊瑚 很多白化油跟着死亡 食物有很多短缺 这是把巴黎气候会议的结论写出来的 他这里就说到到2030年 全球的气温可以较工业革命之前高一点 即是已经去到2030年 这是新闻所说的 温室气体和南北极的冰融问题 就是全球排放限气 分地区 大家看到白色的 咖啡色的 就是亚洲除了中国之外 然后呢 下面呢 橙红色的就是中国 中国 中国之前不是那么多的 但是现在多是多过美国的 那个排放那些温室气体 因为它产生很多很多的工业 分量很大 大家看到美国 美国是即是紧 它以前是很多的 它现在是紧次于中国 又是欧盟下跌 大家看到就是现在发生着的事 这个世界的那些碳气会不会 一声这样跌呢 香港会不会所有的车 忽然间变成电子车呢 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 那些工厂是不是不再排放肺气呢 是不可能的事 即是根本 除非整个文化全部都说 气候最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子孙 它说到什么呢 它说我们 它们因为不是信耶稣的 它说 人类是会灭绝 如果这里继续下去呢 是人类不能够在这个地球生存 这个跟我们圣经所说 就是耶稣回来 就是耶稣回来 就会有这样的灾难的发生 兵容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现在 大家看到这个呢 就是 南极兵容 由1980年到现在 是6.3倍的速度去用的 全球的兵容 就是 大家看到 从1990年到现在 1990年到现在 1990年不是 就是再之前 还更加 就是其实 多很多兵的 但是这个数字 只是1990年到现在 是1.6倍的 那么 容多少兵呢 每日 每秒 每秒 15个奥林巴克泳池的兵 奥林巴克比赛的大泳池 的兵每秒钟 每秒 而且它会加速的 那些 北极兵 我也看 有些兵块是很危险的 因为它有裂开 而且 北极兵就是这样的 西面那些兵 北极有地的 南极没有地的 南极是水 中间有兵 对不起 北极是没有地 就是有兵 浮在水中 但是南极是有地 但是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东面的 就高出水面 上高的兵比较稳固 但是西面 地下了水底 然后那些兵在上高 但是现在发生了什么呢 那些水 暖了 那些水不是很暖 在我们冲浪来说很冷 但是它是 0度以上 2度左右 那些兵在下 就离开地下 离开地下 它就容易脱落 就是现在 其实是一直在脱落的 有些出名的兵 就是很多人去研究 走去研究 就发觉那些兵一直在溶 而兵溶 就带来天气问题 也很重要就是水位提升 所有的那些很多海岛的国家 可能会没有了 还有岸边的城市都会消灭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地的底下有很多methane methane就是甲苑或者沼气 那这种气是怎么产生呢 就是动物在底下死了 所以动物死了也有石油 我们能够产生电油 但是同时也有那些气体 那些气体在有些地方 它们的份量多 它们会拿出来做 好像煤气 但是有不极难极的那些很难 很难去抽取 它一直溶的时候一直走出来 那这里有 右手边的图 它们就打个洞 接着用一些火一点 噗一声 很多那些沼气走出来 就烧着 那你看到中间的图 是有一些bubble 或者一些气泡 一直走上来的 而这个沼气 沼气是比氧化散力强 28倍作为一个温室的气体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加速世界的变暖 南北极的金融 是会带来各样的问题 我们都讲过了 现在不讲了 那旱灾和洪水 圣经讲到 一千人子买一星墨子 游和走都不可租塔 那大家看看 右手边的图 就画了一些 世界现在 饥荒的情况 不是一些旱灾的情况 其实香港 是完全在水那里 是不能够自供自给的 我们是靠东江水 才能够生存到 到第二天 你看一下那个区域 当中国和很多地方是灾灾的时候 香港是会没水的 你看到四围的人去排队 拿水 哇 我们没试过这样的东西 很长龙 很长龙 拿了多少水呢 不知道 还有很多时候的水是骯髒的 都要喝 不喝 没有水 有不同的地方 旱灾之外 又有洪水 即是两样一起 同时发生 在不同的地方 饥荒 全球揽炒的意思 揽炒就是 我死你又死在一起 那叫揽炒 就是说 在这个细字那里写了 新冠肺炎未算是大事 全球暖化恐怕 导致过亿人挨饿 这个是开始 逐步逐步的 是很多人会在饥荒的情况 那又有瘟疫了 蝙蝠呢 是其中一个带菌很重要的动物 为什么呢 因为它吃很多昆虫 但是它有很强的抵抗力 它是吃完很多昆虫 那些昆虫很多菌 它吃完又没事 但是如果它 它将菌传给一些动物 而那些人又喜欢吃动物 或者当它暗时没办法 就上山打猎了 捉了一些野生动物 的时候 就可以传染很多的疾病 现在已经很多了 就是蚊 痴 现在的肺炎 癌症 外症病也都一直传开 很多地方是非常任性的 就是其实有一件事 很多人去到外国 我想说全世界没有落土 没有的 就是这里有问题 那里有问题 到处都有问题 去到那里那些小孩 长大会怎样呢 第一很容易喝酒 因為他的同學會喝酒,找他吸毒性關係,是很隨便的 在外國上網,其實香港可能都有,我沒有留意 不過我以前曾經看過,在Yahoo 他說你男找女,你又打你的名字,他又幫你找 男找男也有,女找女也有,女找男也有 就是很任性,是人們會漏你的 所以這個是去到外國其中一個很大的試探 也是反叛性很強,其實這個世界是沒有落土,是天上 我們基督徒所做的是我們盡力做好我們的榮耀神 神就會體重我們,保守我們 因為我自己在外國的時候,我看到那些年輕人的反叛性是非常之強 他們在大學的門口那些車,經常被人刺車輪 那些屋經常被人塗鴉 那些巴士上,我看到上巴士那人馬上拿筆出來,不斷說 那裡是有攝錄機拍他,都不計較 因為可能政府都沒有抓 總之很任性,這就是真的在很多國家所發生的事 其實他們的經濟不好,為什麼現在處理不到氣候呢 因為經濟不好,所以大家都要拼命賺錢 大家拼命賺錢,大家鬥過 結果就是會造成很多問題 另外污染,就是很多瓊魚,割錢 很多新聞沒有說為什麼,我也奇怪,很久沒有說 右邊有一條瓊魚,死了 開肚子有22公斤的塑膠 大約是50磅的塑膠在肚子裡,塞住了 右邊有一條瓊魚,中間有一條瓊魚 左邊有一條瓊魚,全部都是膠 它不能消化 下面就是海洋裡的膠袋,碎片,四圍都是 造成很多污染 另外就是全球暖化造成生物,瓶毅和絕種 人的捕魚方法,有些真的很不負責 第一,它將什麼魚都掃清,用那些雷達 有魚群,立即找個網一掃,掃清了 完全沒有辦法,繼續繁殖 然後有一種最破壞性就是拖網 因為拖網將水底的珊瑚 他們那些魚居住的地方,全部拖壞了 拖壞的時候,是很難恢復的 還有,原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整個世界的生物,是一個互衛的作用 那又講到這個,即使我講到三個可能性 世衛講到,他只是講到最好的可能性 1.5度那個 他說要怎樣才能實行呢? 要給那些世界的生物生存 那些動物遷復的路,你不要封了它 你不要拿走那些森林 等它自己可以遷復,可以生存 如果不是,這個世界不平衡的時候 是很多問題,珊瑚呢 首先它是吸收了很多植物,它是動物 不過它裡面藏了很多植物,在珊瑚裡面 可以吸收陽光來產生食物 然後就給食物給魚 總之這些循環是令到水裡面能夠 其實呢,我講到世界有兩個肺 一個就是阿馬遜森林,第二個是最大的,是海洋 海洋是將我們很多的碳氣吸收了,然後放出很多氧氣出來 以致我們的世界能夠有足夠的氧氣 如果不是,就越來越多的碳氣在水裡面了 這個地方就是,看到那些珊瑚白花是很大的區域 也都很大的區域的魚,右手下角那裡 就是那些魚莫名其妙地死了這樣的情況 那些魚的肚裡面也都有很多塑膠 好,那就是珊瑚,我大約先說了 珊瑚它會吸收很多的碳氣,放了很多氧氣出來 對於這個世界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其實世界已經通過了不可以殺瓶 不過第一就是日本經常都說科學的原因是殺瓶 另外,也有些國家去殺瓶 我們看到就覺得很心痛 原來瓶魚對於環保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重要呢?這些我以前都不懂的 上網看才看到的 因為瓶的水裡面有很多浮游的生物 吸收了二氧化碳 就是很多碳氣落了植物裡 然後瓶魚吃了很大量 它一生吃了幾十噸這些碳氣在它身體裡面 由當它死的時候,沉了水底 將碳汲到水底 會將空氣中的碳消除了一大部分 但現在的瓶已經是死了很多的 原來瓶有這種作用 還有瓶的大便是給植物的肥料來的 它的大便是很大量令到這些植物能夠繁殖 植物繁殖就是能夠養瓶魚和養其他的生物 就不斷將二氧化碳吸收 這裏說到2030年會高度1.5度 比工業革命之前 如果四度會有什麼後果呢?大家看看 綠色的部分可以有人住 黃色的部分和咖啡色的部分已經不可以住人 變成沙漠的地方 如果全球暖化四度 而這件事是可能在我們中間有些人在生的時候 可以看到的事情 可能發生的事情 其實我們一直留意新聞 在這10年2030年2040年已經是非常大的改變 首先我講到三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過了幾十年之後 你仍然認得這個地球 第二、第三個可能性 你已經不認得這個地球 全部不是這樣的樣子 全部就是很多難民 不斷在那裡遷徵 很多飢餓 很多人死亡 很多瘟疫 已經不認得了 極端氣候會帶來一些國際的問題 就是很多時候 政治和氣候的移民 現在經常都有政治移民 氣候移民 就是天氣不對 水不對 他們要大批地走 那些人就擋他 但是怎樣也擋不到 有些可能殺死 有些可能能夠過關 還有那些人欠食物欠水 而最後就是為了水、食物、地 為什麼那些地仍然有人居住 會為他們打仗 也有些國家現在很霸道 總之這種霸道加上這麼多問題 又加上核武 根本這個世界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我們看到這個情況 聖經所說的 有很大可能在二十至四十年之間 這個氣候會極大的改變 就會令到這個世界進入 啟示錄所說的這些災難 三分之一的地 三分之一的海洋的生物 都已經會死亡 進入世界每日的末期 也很大可能在大災難要開始 所以我希望大家的心是怎樣 我可以為神做什麼 因為你為神做什麼 神是掌權 神就會保守你的生命 但在大災難 很多人說 我要逃避大災難 你逃不到的 但你有神 神可以保護 而聖經裡面說到 一定要拜壽和壽壽應見 才可以有食物 那時候 基督徒如果真的不拜壽 就餓死了 但聖經說到 這個大災難時期 一直都有基督徒 即是說 神會有奇妙的方法保守 所以答案不是再逃難 不是逃難 答案是 親近神 遵從神 榮耀神 是走神的路 我們即是求主保守這個世界 這幾十年 是能夠走到神的路 以至基督徒榮耀神 曾經有人形容這個世界 他說形容這個世界的基督徒是怎樣 有一部分會真的知道 有和魔鬼打仗 去救人 不過這些很多 那些規格是穿了洞的 被魔鬼攻擊 然後有些基督徒 就背著魔鬼 邪靈 去套一些攻擊性的說話 攻擊基督徒 有些基督徒就是 直接攻擊其他人 踐踏其他人 第三種基督徒就是在玩 繼續玩 根本就不關心這件事 我希望我們不是那種 是受傷 那你受傷又怎樣呢 我們一定要得到醫治 求主耶穌醫治 我們親近神得醫治 也都對世界放手 不要期望 不要期望這個世界有完美的政治 經濟 人際問題 學校 這些不會完美的 我們只能夠做是我們盡力 靠著耶穌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 我們不能夠找到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法 是只有耶穌基督 當你聽完耶穌話 耶穌就會祝福你 保守你 好了 基督徒在末世 需要怎樣呢 首先 建立自己有動力 和有同神的關係 你想想 那些事發生 你還有沒有動力呢 當這個世界越來越熱 越來越多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仍然有動力呢 有些人就說 香港很搞定的 香港很搞定的 為什麼呢 香港有東江水 很多地方都會找些食物來 但到有一天 那些地方都缺乏食物 那些食物又變得很貴 的時候 什麼地方都困難 有些人說 去別的地方好些 參之不齊的 每個地方 這個問題少 他又有別的問題 又有人的問題 人的反叛性 人的罪性 各人的問題 我們都求主幫助 我們最重要是 從神的關係 和榮耀神 而很重要 無論你留在香港 去到哪裡 你都是榮耀神 就不是自保 不只是自保 是我們怎麼榮耀神 祝福人 這樣的時候 神就會祝福了 給他前書一起讀 預章11節 親愛的弟兄 你們是客女是寄居的 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 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 我們是客女寄居 左下角就是一幅圖 就是有人拉著行李入酒店 你拉著行李入酒店 你就不會去裝修你的房間 你不會叫修理師來 麻煩你幫我弄好這些東西 你不會的 因為這是短暫的家 我們其實這個世界 雖然我們都需要裝修 需要修改 不過 我們的心 不是放在這個世界 我們應該放在天上 真是神會 永遠祝福我們今天 因為耶穌而做的一切 榮耀神的地方 全陽福音的地方 神是永遠紀念 也都今生祝福的 我們可以享受神和我們的關係 這個就是 希望大家有這個動力 神裡面才是真正的喜樂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人有情緒問題 我自己就覺得 當我看這麽多東西 我覺得很多因素 其中是塑膠 我們就吃了很多塑膠 很多糖分 其實很多精緻糖 什麼叫精緻糖 就是說 人們提煉了出來的 麵粉 蛋糕 甜品 糖 這些是很快吸收 對於我們身體是很大破壞的 你想知道也可以 你加入我們的群組 可以傳一些資料給你知道 因為 精緻糖會產生什麼問題呢 會產生糖尿病 血管硬化 血管有的沉積 乾的脂肪肝 還有各樣的問題 那些人有先天性的糖尿病 他們就打針打胃肚肝 打兩個地方 一個是肚腩 一個是大腿 一個是大腿 網上有些照片 你看看那些人的肚腩和大腿有什麼發生呢 就是生兩塊肉出來突出來 好像女人的胸 在這裡突出 即是說 胰島素是可以產生 產生很多 令到那裡加肥 還有那些血管 有很多的沉積 這個是我們真的需要小心管理我們的身體 我們身體有健康有力量 也有很多人低沉 因為食物 吃了很多膠 還有社會的風氣 污染的情況影響人的情緒 所以很多人都 一方面是環境的人 每個人都緊張 第二方面就是各樣的事情 造成有很多人的情緒問題 我們需要在神裡面得到醫治 我們在下午的事奉操練課程 我們都時時都有輔導人 以及為人祈禱去幫助人 處理生命 讓他得到醫治 以及幫助別人 還有耶穌應許 祂說 你們要去使蠻民作我悶徒 然後接著應許什麼呢 當你全福音的時候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穌跟我們同在一定祝福 所以我們深信 當神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才是最好 才是最穩妥 這個世界是沒有安全的地方 只有神才可以的 還有我們得性是什麼呢 弟兄聖過他 一起讀一下 是恩高揚的血 和自己所見證的道 他們雖至於死 又不愛惜聖命 啟示62章11節 就是我們得性是靠什麼 是高揚的補血 和我們所見證的道 就是我們見證神的時候 神就會叫我們得性 我們所見證的道 和我們的生命 我們看到耶穌這麼好的時候 我們就深信神 依靠神 將神放在手裡 神就會祝福我們的生命 還有我們的動力 有什麼動力呢 就是神很愛我們 第一就是神極度愛我們 第二就是我們很寶貴 我們每個人都很寶貴 我們在這個世界的明燈 我們要照這個世界 令到這個世界有光 讓人可以進入神的恩典裡面 而聽神話 遵從神傳福音 建立靈命 神一定喜悅 神一定祝福 而第四就是犯罪一定有破壞性 當我們不聽話 懶惰犯罪的時候 一定有破壞性 那麼我們在這個世代 真的很多人有時候會放棄 為什麼呢 他說這麼差這麼差 我頂不順了 我頂不順了 我已經有絕路了 我沒辦法頂得順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 每日去告訴自己 每日 我自己每日都告訴自己 神喜悅 我神喜悅 我做了一切 我親近神 神一定很喜歡 我遵從神 神一定很喜歡 我祝福人 神一定很喜歡 神一定幫助 有些人說 我又不像你做那麼多 其實你嘗試去做 嘗試去祝福人 神已經喜悅 而且你都可以參加我們的事奉操練課程 我們都訓練人 如何全福音為人討告 如何做醫治釋放 今天下午就是做 如何向人趕逐邪靈 清理靈界的勢力 然後我們要教輔導 各樣的事情 如何處理生命 處理裡面的陰影 很多受傷的陰影 這些我們都會逐步幫助大家 我希望大家用這個時間去學習 有這個動力 神啊 我的生命很寶貴 我不想再低沉下去 大家會發現 有時候無緣無故會低沉 因為很多因素 人會自己情緒化 我們需要在神裡面 不斷地支取力量 我們才能夠站穩 我們需要建立人的靈命 下面呢 就是講到怎樣做法 首先我們一定要有聖年充滿 有這個動力 有這個能力 聖年充滿 怎樣聖年充滿 一定是對付罪 罪是… 不只是悔改 是真的停止犯罪 因為罪是破壞的 第二 聖經是有很多應許 我們祝實這些應許 第三 相信神的路是最好 我愛神、遵從神是最好的 我親近神 神一定充滿我的 討告用長時間去愛神 經常都讚美神 歡喜神 神就喜悅你 你就會和你一起 渴慕被聖年充滿 很想 很想帶著神的能力去祝福人 是真的可以行得通的 我其實有很多訓練 那些人馬上發現他們有神的能力 可以為人祈禱 但當然聖年恩公是需要加強的 怎樣加強 然後呢 第六 就是處理生命 如果不處理生命 沒有可能聖年充滿 第七 就是按手祈禱 和聖年充滿的祈禱會 有幫助 但是不能夠取代你日常親近神 這些只是暫時的幫助 好了 我們幫人靈命的時候 有些什麼要做呢 這裡可以去詢問他 了解他的 就是聆聽一下他 了解他 他和神的關係如何 譬如有個弟兄姊妹 你和神的關係覺得如何 你有沒有從神得力 去了解 譬如有些人說 有些基督徒沒有想到從神得力 他只是覺得信耶穌就是我要祈禱 我要信耶穌 我可以去天堂 他沒有想到親近神可以有力量 有些基督徒沒有這個觀念 你信不信神愛你 以及看重你是很寶貴的 你信不信神看重你的 喜歡你的 歡喜你的 你信不信神掌權 所有一切都在神的壽中 神可以提升你 醫治你 提升你的生命 你信不信 這些是探討的人和神的關係 因為很多人就是不信神會掌管一切 他不信神會關心他 會幫他所有的事 所以他生命很多破口 你覺得神不喜歡 很多人覺得神不喜歡他 所以就放棄了 我們知道一件事就是 就算我們做少許 一杯涼水給一個小枝 都不能不能上次 即是神喜歡 任何事情我們做 神都喜歡 你有沒有什麼令他覺得難以討神喜悅 你是不是覺得很難討神喜悅 有什麼原因 有些人說 我犯了很多罪 犯了很多罪 你一悔改神就喜歡 我還在犯 你嘗試改神已經喜歡 你嘗試改 不一定會一下子 你正在改 神已經歡喜 這樣的時候他就知道 原來進步一百分之一 神已經喜歡 他有動力 如果經常都說 你要改了 你這麼多問題 你怎麼可以 你還會發脾氣 發脾氣這件事需要時間去改 不能夠噴一聲 當然有些人可以噴一聲改了 但是他有些進步 已經減少了 我們就欣賞他 亦都他自己欣賞自己 他就會進步 否則經常都覺得 很多人就怎樣 他說 我想祈禱處理情緒 我還是煩惱 你問他 那你祈禱的時候有沒有 有輕鬆一些 有 那就進步 你其他時候有進步 那你每天這樣做 就越來越進步 你不是噴一聲 沒有負面情緒 你有進步 就已經開心 這樣 動力會強很多 就不是說 要完美我才開心 然後我少少進步 神已經開心 就好像浪子回來 浪子回家的時候 他完美沒有 他是不是已經變得完美 不是 他整身髒 但是什麼都沒有了 他爸爸就抱著他 石 動了慈心 神就是這樣的 神不是等你完美 才會歡喜你 當你嘗試去親近他 遵從他 神就已經歡喜了 那你想不想生命被提升 想什麼生命提升 你想 你想 你只要向著方向去就可以了 有什麼爛了生命被提升 有些壞習慣 有些壞朋友 那些朋友經常都拉你去做一些不好的事 經常都說一些負面的事 或者有些人在你周圍經常都傷害你 你怎樣不用被他影響呢 或者你的思想模式 是否經常都想著自己沒有希望呢 這些就是爛了 是需要處理的 那他相不相信全心愛神 尊重神會帶來整個生命提升呢 就是整個生命可以提升 那這裏是一些問題 是可以探討這個人的屬靈生命 幫助他提升的 在你那張秩序表那裏 是有寫了一些出來的 好了 我們都告訴別人 討神喜悦是不難的 一個罪人悔改 神都喜歡 你愛神 神就為你預備眼睛未曾看見的東西 所以普神喜悦是不難的 這一點我希望大家深深忌實 只要我進步 少少進步 神就喜悦了 總之我嘗試 普神喜悦會帶來整個生命的祝福 因為神為愛祂的人預備 是眼睛未曾看見的東西 未曾聽見人心 未曾想到的東西 你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這一切就給你了 聽耶穌當時有人說 生你和養你那個有福 耶穌說是 是 不過卻還不如 聽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即是聽神的道而遵守的人 比馬利亞因為養耶穌更有福 以耶和為樂 神就叫我們成教在地的高處 經常都想到神你真好 我就歡喜神 這些都是說到 怎樣得福 就是聽神的話 以神為樂 幫助人經歷聖靈 對於更生靈命是有幫助的 經歷聖靈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有很多人 他沒有經歷聖靈 他經常覺得 我想得力得不到 而我們為人祈禱是可以得力的 那怎樣去幫助他呢 跟他解釋神可以經歷的 用這個方法說 有些人 試過有人 他跟他的子女說 聖靈聰會很好 可以播個影片給他看 那影片是什麼呢 那些人已經放在地上 你給他看 他第一次看 他看到他不覺得是好東西 你為什麼給他這樣看 你應該告訴他 神如何祝福他 神可以經歷有平安喜樂 愛、輕省、舒服、醫治 神會帶給你的 是說這些 不是說我 跌在地上 當然這個是聖靈的工作之一 但我們不是用這件事 來解釋聖靈的工作 第二 經歷神 會令他更新他的生命 是可經歷的 還有讓他知道怎樣祈禱 就是整個心靈 整個思想、意志、感情和靈 發出對神的愛 就是思想認同神是最好的 我決意跟上神 還有建立和神的感情 我真的喜歡神 歡喜神 這就是靈的禱告 整個靈魂發出 大家可以操練如何 和心底發出 在心中喜歡神 在心中喜歡神 做到後 裡面會有喜樂 涌出來 也可以在心底部 把一些重量吹出來 有些人做慣了 在心靈裡 把一些重量吹出來 或者想著耶穌 飛到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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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裡面 湧流出喜樂和能力 當我隨時想到耶穌 我整個人都感受到神的喜樂和能力 互動的祈禱 一邊祈禱 一邊祈禱 一邊相信神很喜歡你 這一點很重要 很多人祈禱 神也不聽我的 而我們說 我一祈禱神就喜歡你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難的 因為神是一個很容易討喜樂的神 我們完美就不是容易的 完美到完美是難的 不過你每一步向完美去 神都喜歡 這一點是 我希望大家心裡記神 神一定會回應的 讓他知道聖靈充滿的人 為他按手祈禱 可以帶來益處 帶來平安喜樂 興省醫治安慰 生命更新 這裡有一些經文 講到 按手祈禱 約書 因為摩西按手 就得了智慧的靈 寶羅和提摩泰說 將神藉我按手 所給你的恩賜 再如火挑旺起來 寶羅按手 在以弗所人身上 聖靈降在他身上 就說如言 說謊言 為他按手祈禱之後 解釋給他聽 神可以經歷的 我為你按手祈禱 這個過程 第一就是處理生命 最初我說的 你覺得神怎麼樣 你和神關係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難助 你信不信神掌管一切 那些是輔導 然後告訴他 聖靈可以經歷的 會帶來平安慶省的 按手祈禱 聖經有講到 會帶來祝福的 你跟他按手 首先自己都成時被聖靈充滿 接著就問他 在祈禱的時候有沒有任何經歷 那他可能不懂得說 那你說有沒有覺得 心靈和身體 覺得輕鬆舒服一些 有沒有平安 輕省 安慰 感動 喜樂 能力 身體舒服 尤其最好是 多些人一起為他祈禱 因為多人一起 有讚美神 唱師讚美神 先 聖靈的同在加強 這樣才為他按手 更加容易經歷 當他有的時候 你就會說 聖經已經講了 即是神祝福你了 你可以使用 我發覺很多人 在聖靈中的運作 很多人會做其他事情 但總是不太放膽 按手祈禱 或者怎樣帶一群人 集體去經歷聖靈 我希望大家學這件事 在我們領敬拜的時候 都幫助人 一直愛慕神 多謝神 神你真好 我捉住你 我依靠你 我拔著你 我寬理你 讓我們 時時都進入這種狀態 就更加容易被聖靈充滿 好了 請他 這個祈禱的過程 請他自己 自己去做 你經歷了 你自己試試投入祈禱 有沒有經歷 有呢 即是你學到這個靈的祈禱 你開始用 當然靈的祈禱有淺度和深度 你開始經歷 即是你有進步了 你自己祈禱有進步了 鼓勵他多些用聖經 應用聖經處理生命 而且相信神很喜歡他 委身親近主 又侍奉神 神是很喜歡的 OK 這個就是一個過程 我想大家一起操練 不過我們一起祈禱 即是一起操練 嘗試幫助你旁邊的人的靈命 我們一起起床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你真好 希望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需要耶穌 喔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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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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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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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在我身旁 耶穌耶穌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在我身中 耶稣 耶稣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 耶稣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 耶稣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 神耶稣 我們需要你 求祢觸摹我們的心 改變我們的生命 恃求聖靈充滿我心 愿求圣灵 充满我心 愿求圣灵 释放我 释放我 愿求圣灵 愿求圣灵 改变我 我们求圣灵 改变整个生命 愿求圣灵 充满我心 恿求圣灵 释放我 释放我 恿求圣灵 拥抱我心 恿求圣灵 改变我 改变我 主耶稣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 耶稣我们需要你 我们一起呼叫耶稣 耶稣我们需要你 求你改变我生命 提升我的生命 主耶稣求你提升我的生命 使用我们的生命 哈利路亚神 我们愿意给你使用 求主诗恩祝福 联敏我们 提升我们的生命 帮我们进入你的领域 你的计划里面 神在每一个人生命有计划 每一个都是宝贵 不过有很多人成为了伤兵 有些甚至被魔鬼使用攻击人 有些是行懒不结果子 只顾着自己需要的东西 我想达到的东西 而不是想到我需要什么 无论我们留在香港或者去哪里 我都希望大家如何 我在这个地方如何影响 如何帮助周围的人更加爱主 不是只想到我们自己得到 而是我们如何帮助他们更加爱主 有些人离开我都跟他们说 如果你的地方愿意的话 我可以去那里更新那里的人的灵命 去训练那里的人去侍奉 更新那里的 因为有很多地方 其实灵命是很弱的 有很多地方灵命是很弱的 求主耶稣使用我们 多谢天父耶稣 求你使用我们 求主耶稣熟福福转租我们 祝福福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